緬甸軍政府加控國務資證昂山素姬違反自然災害法引起激烈抗議 首都陽光星3爆發軍事政變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示威 成千上萬人今天下午無懼軍方的部署 以肉身和車輛堵住主要的道路 阻擋安全部隊在城內移動 示威者湧到蘇雷寶塔一帶集會遊行 他們竖起三根手指高舉昂山素姬肖像以及全國民主聯盟的旗幟 高唱我們對此不滿直到世界末日 緬甸軍方曾表示 曼德勒一名警員和示威者對峙後喪命 動言會對付危害警方的民眾 聯合國緬甸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就擔憂 隨著軍隊建築這座城市 今天的示威活動可能引發軍方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來鎮壓示威者並導致情況失控 呼籲國際社會介入調情 中國駐緬甸大使陳海也表示 目前形勢不是中國願意看到的情況 根據人權監督團體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 軍事政變至今已經有超過450人落網